努力在说标准普通话的保健骚 我最近一直在沉迷于治疗 肤头这个问题啊 我一直在想要去直发 我这个好看吗 这个好有味的 有没有看见我的皮肤好了 超级多 正好要跟郭宇出去约会一下 我们两个都不会哈冰 你们会划冰吗 就是那种冰刀的冰 我正好化个妆 但是化妆视频的话 一般都要先试妆嘛 那我今天就没有试妆 所以给大家来做一个粉底液测评 隔禁看一下我的皮肤 它虽然还是有一点点泛红 但实际上它已经不硬了 这个皮肤状态我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要用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亚识兰黛的沁水 这一瓶也是全网都在推 好评非常多 已经测评过了亚识兰黛的double well和白金 那我们再来一瓶沁水 就可以吸引亚识兰黛大满罐 我先给大家科普两个 不算特别冷门 但是问的人比较多 这一系列呢就是冷调 W系列呢就是暖调 我一般呢都会买W系列的 因为我是一个黄皮 那如果你是粉皮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买C一调的 1W02W的123呢 就代表了它的深浅度 差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角 浩尘添加了83%的高保湿精华 不卡粉不拔干 同时还可以达到高遮瑕度 而且不暗沉 小样把你冷的呢 我上脸一试就知道 很做作哎你 那我先来说一下我自己的肤质 混合偏干的敏感皮 脸上泛红非常的严重啊 毛孔是比较粗大的 两颊呢还有一些痘印 唇边有一些暗沉 鼻翼上面有泛红 一般来说 虽然它是干皮 但它就不会长痘了 但是我脸呢就是又干 它又长痘 有跟我一样复制的吗 我个手 它的流动性的话 我个人觉得是中等 不是那种特别水感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这个遮瑕度 比较轻薄的上了一层 在脸上呢是完全没有遮瑕 霜前乳的这个部分的 其实这品粉跌到手 我已经试用了好几次了 是我那年以来 最喜欢用的一瓶粉底液 看上去有点白对不对 实际上是正常的 就是因为我的脸啊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的红 我的脖子啊 手啊身上都还蛮白的 就是脸很慌 其实这个上脸的 最后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如果大家有使用过 亚世兰黛的清水的话 可以使用感受 或者是你的地区肤质 写在弹幕或者是评论里面 给每个看这个视频的人一个 最好的客观的感受 那我这个就是上了斑扁脸的效果 把调暗一点点给大家看 这是我轻轻上了一层的效果 延展度很高 自然而且自带一点点 小小的光泽 奶油肌的感觉 很润的那一种 因为它的粉特别细 所以在毛孔的地方 都会处理得很好 超过300块钱的底妆 在这个细腻度上面处理得多多 现在看一下这个半脸上妆 脸圈 泛红 毛孔 是不是都还不错 皮肤状态好的时候 我画这个底妆真的绝了 我很满意了 现在去把整个脸上的妆容化完 待会儿见 哇 这个皮肤质感真的显得太好了 整个这一块都很好看 换衣服 现在赶紧出门 我现在这个造型很像蝴蝶人的 徒弟的那个头发 就是扎的很高 一个斜辫子 第一次牛兵怎么想的 我牛兵很强的 8点钟才可以开始滑 那我们现在可以先去吃饭了 点了你真的牛逼 全部要是在评分最低 这个店的评分上面还是挺准 知道为什么每一次我来商场 只要是我选的店 就一定是整个商场最难吃的 评分最低的店 每次我点的菜 是个最难吃的菜 谁给我下了肚子 我就是吃不到好吃的 可能是让我减肥 可能是哀心足足 谢谢 我来看一下我脸上 7点41分 没变化脸 对完全没有变化 还是很好的 跟刚刚上妆的时候完全一样 这个的话还是有一点奶油肌的感觉 然后我们就快乐吃个饭 等到那个冰弄好了 我们就去划冰 三杯酱 鲜鱼 三杯鸡的三杯值什么吗 一杯酱油 还有一杯什么 奶油酒 三杯鸡还有一杯什么 蛋不值得 划冰最危险的地方 你知道是什么吧 我好怕我突然摔下去 然后有一个人从我边上 快速的划过去把我的手割端 别划了吧 太危险了 我就总觉得会有危险 你不觉得吗 觉得 就像小时候怕颠红山掉下来一样 不是 这比那个颠红山掉下来 危险急急急急大多 一看就不会滑冰的人 硬要来滑冰 他好像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太好玩了 小胖子也即将骑航 你太难了吗 哇 你太厉害了吧 真的吗 我动动不了 我都整天立刻刻发抖 我太崇拜雨神结弦了 太厉害了 看我们过雨的操作 你怎么越爬越开啊 这个腿 现在十点半了 我回家打游戏了 我一般打游戏的时候 都会配合着听歌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听到两个声音 我对线的是小小达姐 我其实我最怕的是真鸡 我不是特别怕达姐 因为我一般玩中鹿 或者是东黄太义 我东黄太义也贼 没有很厉害了 就还蛮厉害的 十二点半 所以我现在脸上 已经有点油了嘛 但是我感觉 还是蛮好看的对吧 就是遮瑕的话还蛮好的 而且毛孔的地方还是处理的很好 我还蛮满意 现在脸上完全不干 还是那种很润的状态 然后现在已经十二点钟了 明天早上六点钟 我要起来外拍 但是我这个十二个小时 正好是要到六点 所以我今天晚上带妆睡觉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急速敷个面膜 明天要出去外拍 人生的第一个新体验 我还蛮期待的 但是不一定搞得好 哎呀 反正我尽力去做吧 尽我最大的权力 去把这个视频给拍好 没洗脸 这种感觉好奇怪啊 准备睡觉了 我早上看一下书 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知否的小说 超级好看 才知道原来明兰 它是穿越过来的 难怪他这么聪明 看电视剧前几节 我都没看懂 这种小说 把它改变成电视剧 真的一定要去看一下小说 小说真的写得太好 太精彩了 感兴趣的话可以一看 差不多在看一下书就要睡了 明天早上五点半起来 准备我的外拍 这个粉底让我有一种天生好皮 郭宇还在看直播 男孩就是喜欢看直播 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男朋友是这样子的吗 怎么回事啊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凌晨三点的保健嫂 为什么现在三点钟 就起来跟大家说了 我发现化了这个妆 睡不着觉 我好痛苦啊 我就翻来覆去 我就这么动一下 我怕把这里的粉底也蹭掉了 哪里东西 怕把这里的粉底也蹭掉 我认输了 我输了 起来把脸上粉底也的状态给更新一下 然后直接卸妆 直接睡觉 现在离我今天早上起来 还有两个小时 赶紧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现在我的毛孔 整个就是火力全开 所以比早上看的时候毛孔 会更加的粗一点点 整个脸上还是保持着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奶油肌的感觉 你现在给我这个粉底也打分是什么样 那眼下鼻翼为一些比较容易暗沉的地方 其实它还保持的还蛮好的 它越久越会和皮肤有一种贴合的感觉 那我今天的脸上是完全完全没有定妆的 真的就跟字面上说的 70%的白金 加上30%的Double Whale合成的一款 既水润又保持一定遮瑕力的一个粉底液 起码在我脸上泛红的这个地方没有特别的咸 在鼻子的这一块地方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脱妆的 因为我擦鼻子比较多一点 嘴巴旁边呢有一点点小小的暗沉 吃东西的话有一点擦掉了 希望能够最真实的状态 可以看见一个混干换机敏感皮 加上来在浸水上脸的一个效果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视频 喜欢的话一定要记得点赞 点赞就可以了 那我是玩家嫂 下一期再见 拜拜